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八时公后 今天身边的嘉宾就请来陈介宇博士 陈介宇博士也是一个创科的达人 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也是很多公职王 因为看来也有很多公职 也有很多不同的使命 包括有做教育 包括创科 也有很多网上的平台 想问一下陈博士 其实香港经历了一段很大的冲击 包括之前的一些社会事件 然后现在又有一个疫情 其实香港很多各行各业都面对着很多不同的困难 但是这个是否香港有一个机会可以转型呢 科技是否其中香港的一个出路呢 我问一下陈博士 现在这个时候你觉得香港如果要转型的话 最需要是否真的要向一个科技或创科方面的发展 这个绝对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首先我们要用一个排除法去看 我们还可以用以前的传统方法去应对现在社会的状况呢 如果当没有渠道可以用传统方法去应对的时候 那我们就应该要用一些新的方法 而创科是其中一种方法 当然有些人是不需要创科 有些新的概念去行一件事情都可以 但是创科我想现在是最直接的 例如举个例子就是教育 教育方面就是自从疫情开始之后 二月开始慢慢慢慢有些学校开始改造这个网上教学 也都体现了另一件事情 实体课堂的时候 原来实体课堂的课时是有空间可以调整 当我们经常听到教育计划 经常追课时教不及设课程的时候 为什么在网上教育的时候 少一些课时又做到相同的效果呢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反省 原本的传统的做法 是有些东西可以跟进或者改过呢 另外譬如做一些商界 无论是中小企也好 企业也好 都可以面对不同程度的冲击 其实大家是不是这个时候都应该静下来 去反思一下未来的路应该怎么做呢 我知道你们坐了很多的智库 现在也做了很多的平台 其实现在有没有一些选择可以让香港出路 我自己正在选择一条选择 就是叫做自造 就是自己制造的意思 不是 制造呢 这个就是经常说香港制造 甚至说中国制造 现在中国制造也开始改口 叫做中国制造 是智慧的字 哦 智慧的做法 是怎样用脑去做 那当我们说制造的时候 香港之前那时候 就说什么工业革命4.0 但其实还限于一个制造业的基础 去思考这件事 但是制造呢 就是说其实你重新去规划 原本的旧有行业 例如 简单的例子就是炮谷 以前炮谷 一定是气院外面有个部机 即买即食 后来有人就想了 为什么不出罐头呢 出罐头 然后加很多不同的味道 其实它重新的概念 reframe 了整件事出来 好了 再科学化一点 那原来我们现在买不同的产品 如果我们在网购上面的时候 它根据了你买卖的数据 那些人不同的喜好 然后就告诉设计者 设计者 你应该根据这几个这样的规则 去再重新设计你的产品 这样就会好卖了 那这个已经进入了制造的层面 就不是定了一件物件 就大量制造 嗯 其实是类似一些 叫做Taylor made 或者Custom made 是不是那个智慧的意思 就是说 由于一个科技的发达 所以其实你不需要一些 量产的商品 而是可以根据每个顾客的口味 就去做一些顾客的商品 其实很多牌子都在做一件事 包括一些 譬如之前有些订造的波鞋 可能根据顾客的喜好 一些颜色 材料 都可以这样做 是否现在这个概念 可以去apply去其他各行各业 可以这样说的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这种个人化 甚至教育都可以个人化 教材都可以配对 我们听歌已经很配对 我们个人喜好 给歌给我们听 另外一种就是结合 Cross Over 原来不同产品 当你发现 你在买A产品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又买B产品 但是 还有一个C产品 而C产品出现的时候 就发觉 A和B都去买 为什么呢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喜欢 A和B的时候 有那些特别的特性 而喜欢C呢 其实他们可以approach C 然后看看大家如何做一个Cross Over 其实坊间已经有某几个牌子 我之前有和他们做Consultant 都做过这一类的大数据研究 其实是可行的 就是将这些大家觉得 好像很莫尼拉加的产品 原来可以Cross Over 到这些新的产品出来 但这些譬如是大企业做就容易 比如中小企 是否都可以做到这种智慧的营造 就是自造这个概念 是否就算中小企 这些小商户 个体户 都可以做到的 那这个就刚刚好 就是踏入我想说自造的第三个阶段 应该叫第三个层面 那第三个层面就是 其实所有中小企 又或者新的叫做startup 初创公司 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最想要的就是生意 尤其是第一单生意 因为他们没有记录 没有之前的生意记录 告诉别人 我之前的生意做得好 就是没有测试 没有测试 对了 那怎么可以促成他们的呢 其实这个叫做自造的平台 就是让大家可以加分一起 去接一宗大的生意 比如工程上 工程界最喜欢分一个大判 二判 三判 四判 通常发展商找他大判的时候 希望他把下面的不同的判口做的事情 好了 那大判商找二判 三判 四判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需要 找一些小公司帮忙 那小公司 怎样令到大判知道 或者二判知道呢 那要透过这些平台 就告诉大家 原来有不同的小公司 可以提供到一些特别的服务 例如 小到一个门锁 原来有很多不同的小公司 做到特别的门锁 指纹门锁 人面面识的门锁 那大公司 完全不知道 去到二三判 可能他们要找渠道去知 那我就要提供这个渠道给他们 也令到一些叫做初创公司 现在有些初创公司 做一些叫做人工智能的变息系统 那本来他们的产品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经过这个平台 那些大判二判就知道了 可以试用他们的产品 但是给一些 其实主要是始创公司 这个制造平台 暂时是主打始创公司 因为还有一个 叫第四阶段 是希望可以做融资的 就是要铺排了后面 而且我知道 你也搞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除了你说公职之外 最近你也搞了一个 叫做共享博士的平台 本来你是博士 博士我知道 就是你会知道 某种知识的好 博士就是说你很专门一个范畴 但是那个范畴 基本上你差不多什么都知道 但是那个范畴就比较窄 那如果共享博士 是否集合了不同博士的脑袋 令到一起解决一些 比较复杂的问题 因为一个博士 可能只能解决一些很少的问题 那如果集合了不同博士的脑袋 就可以解决到比较复杂的问题 是不是那个概念也是这样的呢 有点点特别 特别之处就是 这个就是用一个 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一个传统一点的想法 就是专材就是专用 就是哪个专材 就投入去哪个行专用 先讲一个叫共享的概念 通常共享的概念 都是说 原本有的物件 例如车或者屋 有空置 限制了资源 我们应该不用尽去呢 那共享出来 好了 博士 我不是说博士限制了 就没用 而是博士的才华 不止是他的专行 他其实是一种叫 transferable skills 叫做转移能力 如果能力的博士 他可以将原本 他对于某一个范畴 很熟悉的概念 和理论 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应用出来 例如 他是一个生物学博士 他很了解这个 鲨鱼皮的结构 原来鲨鱼皮的结构 就有一个叫做线水 又或者另外一种叫做倒勾 原来 接着应用了一个叫做医疗产业 就是一些叫做 拉紧皮肤 去做一个薄膜的位置 他就出了一块胶布 用倒勾的方法去拉紧去 那这些概念他转移到 他就可以应用另外的界别 好了 跟香港市的概念 其实Ben Sir最初的时候 就是希望有一个叫做撞击思维 那为什么要撞击思维 就是 反而大家不同范畴 例如 刚才你说 或者我说 做医学那边 找了一个做生物学的 这样来聊聊聊 那撞击思维之后 原来有些这样的概念 可以转移到过去 那我们想产生多一些 新的概念 的撞击 就是不同范畴的人 一起撞击 就可能有一个结构 就是那个叫做协同效应 就可以撞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好像 纪念混鲜奶 就会两种不同的味道 混了新的东西 那下一步是怎么做呢 是否将那样东西普及化 就是邀请多些博士 但是真的 如何实际解决一些 现在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现在做的 都是第一阶段 就是 招揽多些不同范畴的博士 其实这一刻都已经有八十多位博士 都来参加 其实我们都开始了几天 香港有多少个博士 都不知道 香港也不少 其实你想想一间大学 小型的大学 都只有两三百位博士 大型的大学 就可能上升几千位 其实我们也想做到一个大学规模形式 就是量要够多 还有刚才我说 要有撞击思维的产生 其实大家不同的范畴 要越多越好 那那个量和范畴 都应该有个基本的比例 是的 即未必是差不多的博士撞击 可能未必是科学和科学的博士撞击 可能是文学和科学的 或者是语言和医学的 可能也会撞击一些东西出来 是的 那我们第一阶段就是 先存够一定数量之后 我们就会有内和外 内我们都会和 肯来参加那班博士 和他们做一些 叫做Breathing Session 或者是和他们做一些 叫做培训 我也不敢说 但是有一些分享一定会 就是和他们说我们的概念 想达至效果是怎样 是的 好了 这个内部会搞定它 然后外呢 我们会试找一些 不同范畴的需求的用家 是的 那我们就会 走去和他们聊聊天 亦都可能做一些节目 然后就被人看到 那个思维可以如何撞击 一些新的火花出来 是的 所以其实是一种 不同形式的共享经济 就是这种共享的知识 就是你说不是车和屋那么简单 而是一种知识的共享 是的 亦都可能从中 就是撞击里面 就可以帮香港解决一些 可能以前大家觉得很棘手的问题 是的 那今天就很感谢陈介义博士 上来接受访问 嗯 这次八成功效时间差不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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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